学高的屁股还是沾马吧 前两天呢根据网友的建议 我们给学高做了个战跑 这两天呢又看了很多网友的建议 我们对战跑进行了改造 这一改呢效果确实挺好 还真是不怎么掉裤子了 看大哥跑看 脑袋扬起来了看看 小马的裤子跳了 裤子跳 要回家了 你看这狗裤子跳了要回家了 冷喝了是要回家了 我并没有要学高回家 因为我想知道 学高多伟后 小哈对他是什么态度 从前学高这边的态度呢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直接帅了一个狗吃屎 向小哈呢表达自己的忠气 哎呦 出了那么老远 哎呦还跟他玩完了 哎呦 他没味儿了怎么的 没味儿了 还看好他了 现在出现啊 像以前 连大了都不大 小哈这狗真四粒啊 嗯 还玩一会儿啊 这把干的也乐意了 比方之前干的还不高兴 小哈这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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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不看 他拉死了 这是雪糕断了尾后 我第一回近距离的看的上车数 我突然觉得这尾巴断的没啥意义 还是有点粘的 不是 不是不是尾巴上粘了啊 嗯 手上劲 手上劲 对 手上 当初给雪糕做端尾 就是因为他尾巴抬不起来 方便的时候呢 会粘到尾巴 现在做了端尾 虽然还是会粘马吧 但是比之前 粘的少了许多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是 雪糕的走路姿势 有了很大的改变 之前有尾巴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他的后腿坏了 总是粘的非常的紫 是得了和小编母一样的病 现在想想呢 当时的他 有可能是因为 不想让尾巴上的死 站到屁股上 以前的雪糕呢 上的味儿特别的大 就别说是狗了 他上的味儿呢 我都受不了 这也可能是狗子们 排挤他的原因之一 现在呢 从小哈这块来看 还是愿意和雪糕一起玩的 雪糕的跑步姿势呢 也从原先的地头 变为了抬讨 自信呢 也特别的爆棚 竟然还想和健卡马 比试比试 不管有多少好处吧 最终雪糕拉死 沾巴巴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做手术之前 从医生上也跟我说过 有可能断尾后 还是沾巴巴 但当时的我呢 为了唯一的那点希望 还是统一做手术了 现在看来呀 真就是喜忧参半 希望等雪糕完全恢复了 能有所改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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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